佔中的时候,黑暴的时候,我们经常听到这句开墙白,为下一代。 连一些明明只有十多二十岁的年轻人都老气横秋地说, 就是你们那代人,只想着赚钱,为了未来,为了下一代,我们要站出来。 所以为下一代是挺好用的金句,永远正确,也永远立于道德高地。 明明是破坏,就美化成为下一代。明明是走老,就伟大地说为下一代。 最近又有一个打着为下一代招牌执包袱在英国的人, 他就是前TVB新闻记者,在曾蔭权年代做过当时劳福局长张建宗政治在理的莫尔端。 早前他举家移民英国米尔顿凯恩斯,并将记者透露移民的原因, 原来是源于儿子的一句说话,为了下一代,决定离开香港。 他的故事是这样的,港区国安法实施后, 莫尔端就读初中的大仔,参加了国家安全教育日的问答比赛。 他问儿子,你怎样答问题的? 儿子就告诉他,弃答咯,你教的嘛。 原来莫尔端一直叫儿子不要跟别人透露自己的立场, 在这个时势,遇到测验考试,课程要求你答咯你就答咯。 他说,好鄙视自己,竟然要教年轻人表里不一。 他说我都接受不了我自己,还要这样教儿子。 莫尔端说,一直教儿子,You believe what you believe, 即是坚守信念。 所以相信自己的儿子是不会被洗脑的, 但这样过活,前路难行,于是决定移民英国。 作为一个曾经的新闻记者,曾经的政府高官, 莫小姐不可能不知道,英国是国家安全法最多、最齐、最严的国家之一。 2020年6月,一个叫做法塔克·穆罕默德·阿卜杜拉的男子, 就因为在家里私藏伊斯兰国的旗帜,并上网搜索如何用火柴头自制爆炸装置, 就被英国当局以国家安全法判处终身监禁。 2019年12月,两个英国妇人在网上认识了一个敘利亚人, 在她的鼓励下,向敘利亚极端组织捐了45.51美元, 即大概港币350元左右,被控资助境外社力危害国家安全,判处18个月监禁。 作为父母,面对英国这些国安法,莫而端将会怎样教她的儿子呢? 在英国上伙的时候,她是否一样叫个儿子,老师叫你答什么你就答什么呢? 如果真是为了下一代,就不要鼓吹违法达意,就不要支持打人中火。 我也很想知道,2019年你们这些口口声声为了下一代的父母, 看着电视直播,到底是怎样教儿子呢? 将公路封了,将交通痰瘫都是对?用砖头订到警察头破血流都是正义? 咦?一把火将一个无仇无怨的活人烧着,是替天行倒? 其实,支持暴力,支持打扎抢烧,支持起底抹黑,支持不讲道理的人, 有什么资格说这句,为下一代?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